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做一道 每一家一定要會的一個紫菜沙拉蛋捲 這麼簡單 可是呢 它的美感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朱瑤璇 朱老師 是 主持人好 老師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以為是蛋餅 就不是 是蛋捲 對 蛋捲 是是是 那紫菜沙拉蛋捲 我看老師準備的食材很簡單 對 因為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蔬食蛋捲 對 可是你要把那個蛋捲的皮煎得好 那個真的應該是不容易 對 它需要一些小技巧 對 我看 可是我沒有看到老師有準備粉 我曾經看過有人好像是會加太白粉 對 有人會加太白粉 對 然後來增加 增加一些然後它的黏著性 對 對 可是老師今天什麼都沒有 對 因為我不喜歡粉 好 所以老師要 就是直接用蛋 我們就是健康一點 對 那這個早餐或者是夏天天氣熱 然後吃一些健康的蔬菜這樣子 好 是是是 所以這要怎麼做 最主要是你要把那個餅皮 就是蛋皮要煎得好 它要煎 煎得起來 對 那首先我們就是準備一個雞蛋 那我們鍋子一定要選這種淺的嗎 可以選淺的 可以選深的都可以 那只是淺的我們等一下在起蛋皮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那選深的有些人比較有技巧好一點的 我們就可以做蛋餃 蛋餃 直接煎完蛋皮之後我把餡包在裡面 然後對折它就變成蛋餃 最近那個南門市場不是重開嗎 是是 那個蛋餃很有名的蛋餃 然後放到火鍋裡面去的那個蛋餃 是是是 對 厚一點的可以做蛋餃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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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們今天先教的是薄的 我們教簡單的蛋皮對不對 對 那如果有興趣做蛋餃的 我再把中間的技巧教大家 所以你看我們就可以偷學到兩個東西 對 那我們就是 你要做蛋餃或蛋餃 因為要煎蛋餃 原則上那個筋要打開 但是不要發 不要發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方向 然後把它打勻 對 對 打勻之後 而且我看老師在打的時候也是還蠻 就是很秀氣 很簡單 因為我不希望把太多空氣打進去 打進去它裡面的空氣它會發起來 對 發起來就不好 而且老師也是慢慢打 然後而且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方向慢慢打 對 對 對 那我們現在蛋打好了 對 那我們鍋子還在預熱中 所以我們把剩下的蔬菜準備好 那因為一般的包生菜捲 我們會比較有點軟 然後不脆口 所以我喜歡加一個會脆口的蔬菜 是 所以我會準備小黃瓜 或者是節瓜都可以 那小黃瓜 因為它的籽 中心的位置它容易出水 對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涼菜的時候 我們會把中間的籽去掉 所以會出水是因為中間那個籽 對 它比較會出水 所以還要把它去掉 其實很費工 我們會把中間的心去掉 那它會多一個比較爽脆的口感 所以我剛剛其實也是想要問 像比如說我在做蛋捲 或者是蛋餅的時候 我會加高麗菜 可是我會先把它炒過 所以像老師講的 就是裡面通常要是軟的東西 對 對 對 可是老師現在加了一個 高麗菜如果你想要維持脆口 我教你不要炒 不要炒啊 直接就抓一點點鹽跟糖 去醃漬 讓它脫水 然後利用醃漬熟成高麗菜它就熟了 真的嗎 真的 就熟了 對 所以一點糖跟鹽就可以了 就是做泡菜的概念 是 那我們在吃泡菜它會有點脆口 對 那因為它會把多餘的水分出來 那蔬菜它本身的那個脆度就會保留 哇 這個小黃瓜這樣子看起來好漂亮 好精緻喔 對 它就它這樣子它沒有了腥之後 它就比較不會軟 不會軟 然後也比較不會出水 那我們的捲包起來會比較漂亮 所以你看老師 膠的蛋捲除了你餅皮 那個蛋皮要煎得漂亮 還有就是吃起來的那個就是 是 還要脆口耶 是是 好特別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在做蛋捲的時候 你知道嗎 第一次有一定 鍋子一定要熱 是 那油一定要少 一定要少喔 不是要多才會煎得好嗎 油多 蛋會浮在油上面 是 那所以我們的蛋皮就會飄起來 就煎不起來 可是這樣我不是等一下比較好整片拿出來 不會 我用一個小技巧給你們看 那現在我們的鍋子差不多有熱了 對 我們先用一點點的油 然後放在鍋子裡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油在鍋子上跑得很快 是 這就表示鍋子有熱 對 鍋子有熱 那這個時候我們用餐巾子 然後 觀眾朋友要注意看 我很好奇耶 但我的 因為我剛剛沾了一點點的蛋 所以它有個蛋液在上面 然後它就會開始跳 然後我們把它 多餘的油全部把它抹掉 哇 你用很少的油上去把它潤鍋之後 還要把多餘的油再用 再吸掉 再吸掉 對 它就只能這樣子薄薄的一層 哎呦 那就幾乎 幾乎沒有油啦 對 幾乎沒有油 然後這樣子好了之後 然後我們把火關小 然後過去我們的習慣 在下蛋液的時候 都習慣下中間然後在這邊轉 是啊 其實那是錯的 蛋捲要下在鍋邊 下鍋邊 然後直接這樣轉 然後就會鋪成一平面 對 然後我們再放上來 我驚訝到不會講話 因為跟我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我們再放上來讓它加熱 所以剛剛老師根本是離鍋 對 我只要它的溫度 然後你看 它開始熟了 它旁邊就翹起來了 是啊 對 已經飄起來了 對 它就飄起來了 那飄起來之後 我們就稍微 稍微這樣轉一下 讓我們就是讓它看 每個位置均勻 對 這樣子每個位置都均勻 那這樣好像感覺幾乎可以拿起來了 那均勻好了 那我們的蛋皮就好了 哦 這樣一塊就起來 那這邊都沒有油了嘛 對 都沒有油了 所以我們用餐巾紙沾一下 那如果用刷子刷呢 你看用刷子刷 對 它的油一定會比我餐巾紙還要多 哦 那如果比我還要多 它就撿不起來 就撿不起來 哦 所以油刷下去之後 要再讓它 是啊 鍋子跟油的溫度再上來 再下第二張皮 這個感覺好像是 鍋子沒洗乾淨那種感覺而已 感覺 對對對 對 哦 所以 掃要掃到那個程度 那要很少很少 對對對 那這樣我一張蛋皮就起來 是 而且很漂亮很均勻 對 然後這邊是金黃色的 對 欸 到底哪一邊是正面 哪一邊是 那 這邊是底嗎 對 因為這邊有 有鍋直接觸過 所以它有鍋氣這樣 哦 又來了哦 你看 然後我們就一樣放在這邊 鍋邊 欸 為什麼不是放中間繞呢 因為放中間呢 它瞬間凝結的時候 對 中間會比較厚 哦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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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們常常吃到中間 怎麼中間這麼厚 因為我們下的方法錯了 是 那這個是早期我們在當學徒 你知道我們去那個 早期的上海菜 江浙菜上面 對 它有一道枣泥鍋餅 嗯嗯嗯 枣泥 對 其實那個不是說 先做好起來的 就是煎 哎 我們點了才現做嗎 對 主持人來了 哎 哦好 今天是我的special客人來 我招待你的早梨鍋餅 我就打麵糊直接下去煎 煎完我就把早梨放在裡面 對 之後 就是做蛋角的概念 我從這邊這樣子 比方我對折過去 對 它就變成一個鍋餅 然後我今天蛋角線 我放在這邊 就變 然後我把它對折過去壓緊 就變蛋角 它就是蛋角 哦 對 然後這樣起來 我就又是一張 好漂亮哦 那個那個 下面的那個金黃色 這邊 超漂亮 整個都是金黃色 對 琥珀色 對對對 這樣子我們就一張就起來 所以在家裡在做這個蛋捲的時候 常常早餐吃荷包蛋有沒有 吃到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對 真的真的 那偶爾就是這樣變一下 我一樣有攝取到蛋白質 一樣有攝取到膳食纖維 哇 老師說擦好之後再放回去 加了 幾乎沒有油 對 幾乎沒有油 對 幾乎沒有油 所以這樣子 老師倒得很均勻耶 四 差不多可以四顆蛋嘛 對 四片 三至四片 三至四片 對對對 就是看 其實我會建議 四顆蛋 差不多三片多一點點 那我們不用太大的鍋 就剛好這樣子 對 對 所以鍋子大小 還有就是深淺也很重要 對 那等於我平均 一顆蛋就是一顆 對 而且老師是在旁邊就是離火之後 把它搖均勻了之後 對 再放回來 你如果在火上面 我們會緊張 我們會緊張 因為它持續加蒸 你也會緊張嗎 我也很緊張 我以為只有我們會緊張 因為它會持續加溫 那我們就會 感覺有壓力 是 所以我們就是把蛋皮都煎好了之後 我們再來煲 然後我們再來慢慢煲 這樣就不用擠 對 也是 對 那你看 因為鍋子有熱 它一下就起來 對 鍋子熱它一下就起來 所以它只要邊邊翹一點起來 然後 你如果喜歡 你就是再把它翻面 那你就兩面都煎成金黃色 是 但是這樣就 比較費工 對 也不一定有必要 對 所以我們在常常吃涼麵 對 吃拌麵 不是有加那個蛋絲小黃瓜絲 就是這樣煎的 就是這樣做的 那這個 如果今天我要煎蛋絲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這邊煎成金黃色 老師坦白講 自首一下 我也有這樣做過 可是我真的是蛋液是從中間下 然後怎麼樣都覺得就是厚 對 我就是弄不出薄的 其實就是一個小技巧 對 而且你看還有油的那個分量 就這樣一點點就好 絕對不可以多 對 就一點點 我們一般會自己覺得 油多一點它才不會沾 是 沒有 所以老師講了兩個重點 對 油要少 你看 然後像 你如果喜歡厚實一點的蛋 你就是放下去 然後你就要一直搖 繼續滾 你就要一直滾 對 那它預熱蛋會凝結 到全部不會動的時候 對 凝結到不滾 才放回來 我們就讓它定型 對 這樣就很簡單 對 很簡單 而且超漂亮 對啊 油要少 非常的圓 然後蛋液是要從旁邊進來的 是 是 它這樣就非常的厲害 然後而且還要離火 嗯 這個這個這個 其實講起來 只要講給你聽就 就 沒閉嘴啦 超簡單的 真的 鋼鐵掌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整個尖 那 你看它旁邊一下子就 那因為我們到最後 想要把蛋用完 對 這個比較厚 所以它就比較久 對 可是它旁邊也已經都翹起來了 對 但是因為它的中間 太濕潤 是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鮮它會破 它就破掉了 對 把它翻起來多一點點 然後讓旁邊的這個濕潤度 整個乾一點點 對 整個乾一點點 所以你看老師 現在這個就等於是在膠那個 蛋 角 是 蛋角 的那個厚度那種 對 那我們比方說我們今天有個餡 就放在這正中的樣子 對 那我從這邊包過去講 在蛋液還沒凝結之前把它壓緊 倒起來它就是蛋角 蛋液還沒凝結之前壓緊 對 這樣你也不用粉 它就變成蛋角 對 就完全都沒有粉 就是純蛋 所以我們會吃到蛋香 然後沒有粉 對 那這裡面我們可以包蒸菌 炒過的蒸菌 對 炒過的蔬菜包在裡面 是 那它就不管你要做 葷的素的都可以 都可以 真的 所以你看 現在已經教兩種東西了 對 這樣好了 好 這一塊真的厚 對 很厚 放下去還會斷一下 就有聲音 對 那整個我們好了之後 我們就準備來包蛋捲 對 那如果家裡我們有那個 捲壽司的竹捲 對 剛好 應該都會有 那如果沒有 我教大家偷懶的方法 就是我們用一個塑膠蛋 然後我們直接 就是找它這個切口 對 折角的地方 是要把它整片張開嗎 對 我們把它張開 我們用它來當作 輔助工具 其實我們厨藝不好 可是工具都會很多 真的 對 所以老師說 捲壽司的有沒有 有 大家一定會有 滾那個麵皮的棒子有沒有 有 大家一定也會有 然後像這樣子我們 像塑膠袋打開之後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了莫蘇芽 那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芝麻葉 芝麻葉喔 對 可是這個在市場 一般傳統市場買不到 應該要在超市吧 超市就有 超市就有 那這是比較嫩的芝麻葉 對 然後有一種是原葉芝麻葉 比較大 小小的它更嫩 對 然後有一種是很長的 然後有帶花紋的 那個就比較粗 是 對 那就是看個人喜歡來決定的 那我們這很簡單 就一張蛋皮 那你發現它冷了之後 它就定型了 對 那 因為紫菜啊 但是紫菜就是大家 注意攝取量 因為畢竟它的點含量高 對 那它油脂也相對多 對 那我喜歡原味都無調味的 好 那一個蛋皮一張紫菜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牧樹芽 平均散開 對 平均散開 一點點牧樹芽 牧樹芽其實很容易買到 可是問題它就沒有太好保存 對 那如果不好保存的這個問題 或是買一盒吃不完 我建議我們可以買另外一個 叫做豌豆苗 它就比較 它比較好保存 對 但是它比較粗 然後它比較有菜味 那這就看每個人的習慣 對 因為我是可以解手 那我會解上一些沙拉醬 那這沙拉醬 其實要不要擠就是看個人 對 喜歡吃的就多擠一些 不喜歡吃就算 那我們最後放上一根小黃瓜 那好了之後 就一根小黃瓜 對 那因為我們就這樣捲過去 就利用這個紙 來代替竹捲 先1 3分之1 對 然後整個壓緊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捲緊 這樣就是一捲就好 所以如果確實 如果有捲壽司的竹簾 可能又更方便 對 這就是我們善用現在的工具 可是厲害的老師沒差 因為我們要抓緊這兩邊 對 抓緊這兩邊 那它就可以操作 對 可是如果你是那個竹簾 就更方便 如果是竹簾 因為它比較硬挺 沒有技巧 就是對於初學者 我們也很好上手 對 所以不常用的工具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如果大家覺得 還要特別去買一個竹簾 很麻煩 對 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偷懶 其實也沒有太難 我看老師好像 看起來蠻簡單的 對 這真的很簡單 而且瓜叔 你在家裡 你如果早餐做 這真的很方便 今天是我們在講解 就慢慢做 對啊 你看老師那個鍋子 咬兩下就好了 對 而且這個東西 我偷偷教大家 這個做起來可以放好久 真的嗎 你說蛋皮可以放好久 蛋皮煎起來之後 我們就一樣用塑膠袋這樣子 是 一層一層 一層放 蓋起來 一層放 蓋起來 那就跟那個蛋餅 是一樣的 對 一樣的概念 對對對 沒有錯 可以放 只是不建議拿去冷凍 對 我正想問說 要放冷藏還冷凍 不建議拿去冷凍 我們就放冷藏 那它大概可以放兩天至三天 因為它是純淡無加粉 所以它不會酸 對 這樣子我們兩天就好 可是一般說蛋最好是 當餐把它吃掉 對 最好是 沒錯 因為有時候就是怕你冰箱裡面 又有放其他的食物 會創味 沒有把它分開 對 而且這麼簡單的東西 說真的 還真的不用把它保存起來 你就是直接現做就好了 對 真的 而且你看我們四顆蛋就煎四張皮 對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想要吃兩卷 就兩顆蛋就好了 我們就兩顆蛋下去煎就好了 對 你要厚一點你就三顆蛋 是 而且這個比那個就是像有時候早上 比如說我們比較傳統知道 早餐可能是蛋餅 對 那蛋餅你就變成是要有那個餅皮的麵糊 對 我也曾經想過要自己做麵糊 可是一條 哇 那個一碗又要做很多遍 很麻煩 原則上蛋餅麵糊就是跟 我們剛剛打蛋 跟煎蛋皮的技巧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今天的麵糊 我教大家好了 我們沾 可是又要多教一樣的你看 我們沾麵糊水之後 對 然後原則上它是液態的 所以它會流下去 是 然後我們輕輕用手一滑 然後它有一個痕跡 對 但是它不會凝固起來 是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麵粉水的凝結度 你就可以煎蛋 煎粉皮了 可是就是有時候一條 又要調就是一大碗 就變成是像老師你剛剛講 我懂我懂 那你就是兩張兩顆蛋 對 很簡單 對 也不會浪費 麵糊原則上 因為我們都很習慣就是 直接咬一碗 然後加水加蛋 然後開始打 是 就打好像太稀再加一些粉 對 好像太濃再加一些水 然後就一直加 然後越打越大碗 越大越多 對 那其實我是建議大家 先打麵糊 先打麵粉 對 輕輕加水 然後快好的時候才打蛋 對 因為蛋也是水嘛 對 那會因為蛋下去之後 它的濃度就變成剛剛好 那如果先加水再加粉 因為粉會快速的吸水 所以它會結塊 所以老師你應該 改天應該弄一個 就是早餐系列的 一集裡面教我們好幾道早餐 真的喔 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真的 因為不然每一次 像我們 為了早餐頭都痛 對 然後前幾天也有同事講說 現在外面買早餐好貴耶 喔 真的 真的很貴 對 越來越貴 蛋也又漲價了嘛 對 沒錯 所以我就喜歡自己做一些健康的 是 那家人也很喜歡 對 所以你看觀眾朋友我們就很幸福 學到這一道之後 你看你的家人就會很喜歡 這個如果到夏天啊 它甚至於可以是正餐的一個蔬菜 對 還有一個耶 這個如果現在很多出去露營的 這一道又是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健康的蔬食餐 拿手菜了 對 好像這樣我們這樣試卷就完成了 那我們換了熟食沾板之後 這邊 原則上 今天如果我們要請客 對 我們把頭尾這個比較不好看的地方切掉 也不是丟掉啦 就是自己吃 對 就是我們自己吃 另外放 對 那剩下這個比較好看的地方啊 那我會 因為大家常常會這樣子壓 對 它就扁扁的 然後我今天就是直接 直接類似這樣滑下去 滑下去 好 那這邊它就可以 所以一個就已經四到五卷了 對 它這邊它就可以 一點站起來 我這樣擺上去也很漂亮 它就是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它就有感覺就好幾層 對 而且最主要是老師這樣切 變成它就是一口一口 對 它就一口一個 所以當我早餐在吃的時候 其實我邊看電視或者是 是 現在好多人在邊滑手機的 對 然後呢真的就是一口一口 一口一個 一口一個 那尤其是對家裡有那種 不喜歡吃青菜的小朋友 但是又喜歡吃那個什麼 軍艦壽司 是 剛剛好 對 而且這個造型又漂亮 最主要的 然後感覺它一個小小小小 一口一口 我覺得東西少 你就會覺得 好像很好吃 是 然後我們兩卷就切了 這樣也滿滿一大盤 是 然後你看老師有的 切了它有點閃開 可是它要放回去的時候 把它一卷又弄好了 我們把它塑形一下 對 這樣它就整個就這樣乾淨 超級漂亮的 對 所以等於是我們這樣子 就已經完成了 對 是 這個你看這個太完美了 你看 這樣子 這樣這邊只有兩卷而已 是 兩卷就有十個 對 那這一個人 兩個人其實已經夠了 應該一個人其實是可以的 對 因為我覺得它一口一口夾 其實就已經很 然後你看 滿滿的蛋白質 就是蛋 然後還有很多的蔬菜 那要不要加沙拉 你自己加就可以了 對 所以非常謝謝朱老師 帶給我們這個 紫菜沙拉蛋卷 是 我們上菜囉 好 紫菜沙拉蛋卷 你看 這個一夾 就是一個 然後就直接一口 就剛剛一口 對 是 那個紫菜我也先串出來 對 是 然後再來就是木樹芽的 小小的脆脆的 然後再來就是去咬到那個 小黃瓜 小黃瓜的脆 對 尤其是小黃瓜的脆 是很能夠帶給整個口腔裡面 完全不一樣的清新感 可是老師有一個滿特別的 就是小黃瓜一般我們常在吃 可是剛剛老師把那個中間的囊拿掉 心去掉之後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好像感覺 比較好吃 對 真的 因為中間的那個心 它會爛爛的 而且它會出水 沒有那個 沒有口感 沒有味 那個會有一個味道 而且它會有一個 很濃的那個瓜類的氣味 對 所以我現在吃起來就是完全是脆 就是先有一個木樹芽的小脆 然後再來去 它沒有其他那些 那些清味 或者是菜味 或者是瓜類的那個味道 對啊 你看所以經過老師這樣子 很細心的把那個囊弄掉之後 原來它的口感跟口味是差這麼多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本身我很喜歡小黃瓜 加在食材裡 好吃 真的好吃好吃 就是有好多個不同的味道會一直串出來 口感 還有不同的口感 對 然後紫菜 如果真的喜歡小黃瓜 你不管炒什麼菜 都 甚至於小黃瓜切片不要炒 因為小黃瓜是可以生吃的 對 你直接撒上去 拌在一起 可是沒想到你把那個囊去掉之後 那個口感味道會差這麼多 好驚喜喔 真的 觀眾朋友有學到了嗎 你看今天除了教蛋皮怎麼煎 怎麼煎 還有呢 蛋餃怎麼做都可以做到囉 是 還有呢 記得就是從鍋邊淋喔 這個真的是 你在網路上大概真的查不到 只有老師真的會很慷慨的把它送給大家 交給大家 非常謝謝朱老師 不會 謝謝 舒子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